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玉西因山而广袤丰扰 因水而妩媚领袖 玉西青花词史烧于原末名出 代表着历史上云南陶瓷烧至记忆的杰出水平 其青花词及造型古朴敦厚 文字简朴生动 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 因而在中国陶瓷界独树一帜 与景德镇的青花词器不同 玉西青花词以灰白色态居多 右色白中带灰 深蓝带黑 它带来的独特审美价值和体验 是其他官瑶青花词器所不可比拟的 珍贵的烧瓷记忆由部分匠人代代坚守 得以延续至今 玉西瓦瑶村的青花词烧纸记忆传承人们 在传承组上几代人记忆的同时 一心致力于玉西青花词的创新与发展 将传统的生活陶瓷向生活陶意的方向转型 不断创新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当下时代元素的作品 灯光璀璨 夜幕降临 瓦瑶村的青花街 是人们享受夜生活的首选之地 这个古老的青花词烧纸基地 散发着现代文旅街区的气息 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重叠 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响回忆出蓬勃的生命力